20多万一算你会选择一款硬派越野车还是城市SUV 最初硬派越野车都是比较有越野情怀的朋友选择 或者说更多都是越野圈里的朋友去选择 但是最近受到不少资讯 就有问我的 想买坦克300 但是呢就纠结一下本亭CRV 丰天荣放啊 这些城市SUV 那究竟如何选择呢 听到这句话 我先夸一句坦克300 你俩做成六言行战士了 说明你在做硬派越野的同时 软装层面也不错 这都要抢城市SUV的市场了 同时这位朋友啊 你既然喜欢坦克300 那就坚持你的热爱 至少不会后悔 首先坦克300对比本亭CRV优势在哪 我们就选择官方指导价23.3万的坦克300城市版 必须行顶配车型为例 而本亭CRV呢 这个价位级只能选择23款的 240 Turbo四驱真响版这个车型 而本亭出名的混动车型呢 新款的没有 老款的呢也没这么便宜 所以本亭CRV的193马力的1.5T发动机 岂能是坦克300 227马力2.0T发动机的对手呢 同时变速器上坦克300搭载的可是8ET自动变速器 而本亭CRV则是CVT5级变速器 论响应速度的话 也无疑是8ET更快 而且低扭起步阶段 8ET自动变速箱传动效率更高 且传动扭矩极限更高 平衡性方面呢 由于8ET的调校啊 无论是响应速度还是平衡性 也都不输CVT 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 一分钱一分货 毕竟财富的8ET要比本亭的CVT 坦克300采用了前双叉臂后多轮感独立悬架 这么一套硬件组合 作为一款硬派越野车来说的话 铝合金的双叉臂悬架 拥有更长的探地行程 带来更为稳健的驾驶感受 底盘调的比较偏软 公路驾驶舒适性也不差 而且高高在上的坐姿 绝对也是其他城市SUV所无法带来的这种视野畅快感 轮胎方面呢 搭载了2656018英特的轮胎 相比较于本年CRV235的胎宽的话 坦克300的这个双大脚实际拥有了更强的高速驾驶稳定感 同时像坦克300程式版还拥有TOD双速智能四驱系统 智能识别路况选择适合的动力分配 日常驾驶更省油 同时具备低速四驱 中央差速器 选装后桥差速锁 烂路脱扣能力依旧很强 当然如果你非常热爱越野 我也推荐你选择越野版的话 手动分式四驱 前后两把插入锁的可玩性会更强 而本年CRV虽然也是具备14驱系统 传动分配比以及传动极限都很有限 再加上较低的离地间隙 以及很小的通过脚 使其根本就不具备越野脱困能力 它的这套城市SUV四驱系统 应对环境更多限制在了高速道路行驶时 偶遇打滑的情况 进行四轮动力分配弥补 对比坦300的四驱去驰骋这些什么烂移烂路的路况 所以CRV这类城市SUV的四驱可千万别去尝试 何况你还承载式车身 不具备大量结构 强度越野时也会对车身结构进行一定程度的损害 所以也得于坦300这套非常优秀的车身构架 实际在中宝岩碰撞测中 取得了总宝名列前茂的出色成绩 无论是25%偏执碰撞丢轮保命的战术 还是14倍车顶抗压力在中宝岩的极限挑战 还是低速碰撞时耐撞好修的低维修成本 中宝岩的任意一个环节 坦300都以优秀成绩轻松通过 而像CRV拥有的自身巡航系统 坦300也有 但坦300可是拥有5颗换波雷达的 所以在硬件算法上更强 而在此基础上还延伸出了 像自动泊车 遥控泊车 循迹倒车 后方碰撞预警 开门预警 主动安全的职业配置也是相当贴心 那时来看坦300两块屏幕的尺寸均为12.3英寸 而本田CRV的中控屏只有10.2英寸 坦300的屏幕看着更过瘾 而且坦300的前排座椅配备了加热通风按摩功能 驾驶席座椅还具备记忆功能 方向盘还有加热功能 换挡波片之间 功能配置 像本田CRV统统没有 像坦300城市版前排还有双程隔音玻璃 这个配置要放在合资车型里来说 每个30万也是不可能给你的 所以23万的本田CRV也没有 所以这么对比来看坦300简直就是拎包入住的精装房 空间对比来看 本田CRV轴距是2700毫米 作为紧臭前SUV来说的话 刚刚合格 而坦300拥有2750毫米的轴距 再加上4760毫米的车身长度 哪怕咱们不去算备胎的长度吧 那么坦300的车内空间也绝对比本田CRV大了不止一点 如果你觉得这空间还不够用 没关系 坦300还为你提供了车尾拖车方口和拖车曲垫口 咱再拉一个房车 你看行不行 所以这么对比来看 好像坦300真的很不错 那么大家最为关心的油耗问题 这个也不用纠结 坦300是比CRV这类乘车SUV油耗高了一点 但你享受的可是2.0T的动力 飞车载式的车身构架 以及更大的成员空间 你换来的不仅仅是拥有更为充沛的动力 更为牢靠的安全品质 而且坦300还可以带你走遍天涯海角 驾驶着坦300带给你的快乐 是其他车型上所无法体验到的 我是嘉良 关注我 选车将你精打细算